拿之前练习的把它做修改 所以其实基本上都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的话类似的东西 你修改一下OK了 基本上你会发现 Open之后的话 其实它Realize其实也是放掉List1 我们刚刚切割完也是放掉List1 所以基本上这个动作有点像是Realize 差不多一样的动作 第二的话 我们一样是放在那个 这个先把它恢复 那一样刚刚那个地方这个List1 那跟之前做的那个List2也蛮像的 它这个Sprice之后 也是直接把结果放在List2里面 所以其实 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后面其实就这四行 把这四行放到刚刚的那个List2底下 其实呢就可以把这个List2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写到资料库就OK了 只是要特别小心 虽然这四行 那放下去 可能要还是要地方稍微记得稍微改 OK 那改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个切过来 因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要在这个底下 跑回圈 所以我建议干脆把什么 先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之后再去下载资料 所以上下干脆颠倒一下 OK 把它搬到下面 也就是上面这边 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个部分是 就是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然后产生栏位 OK 所以其实流程可以这样 先建好你要放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是再去网路上捞资料 捞下来的资料做切割 切割到List1 这个把它先触解一下 OK 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呢 再分别避开第一笔跟最后一笔 然后呢 把它切割之后呢 放到List2 那因为里面有空白 OK 所以把它拭解一下 那这个print 这个是我们刚刚print出来的结果 只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insert into的地方 OK 那怎么insert into 其实你可以拿之前的这个来参考 所以我把这四行复制一下 这还蛮好用的 OK 因为刚好也是五个栏位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这边来 贴上 OK 那改哪里 第一个他不叫Membering 他叫什么 Marketing 所以记得哦 那个名称不能 这个没改的话 然后他就 找不到table table table 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一样是 五个 栏位 所以五个栏位 这不用改 刚刚好五个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什么 里面的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 第五 哎 哎 不过最后呢 因为他那个 后面没有画好 所以给 strip 这个可以拿掉 好 这样的话 format 分别把 一到五栏的资料 全部放format 然后呢 他会自动帮我insert进去 也就是每 产生一笔资料 然后就insert一笔 insert 总共好像哇 2万多笔 所以这个可能会跑比较久一点点 我们试试看好了 啊 最后呢 全部insert之后的话 再全部一次呢 做commiss ok 你不用说 把这一行放在那个哦 放在底下 把它变慢 为什么 因为你放一笔 然后确认一下 放一笔 那很麻烦 你刚才全部好 人家告诉我 比方说 好一笔 然后就 再跟人家讲哦 我一放一笔 那这样很浪费时间 所以最后commiss 记得是最后再commiss 然后最后再close 连线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你会发现 上个礼拜这个饭盆还蛮好用的 直接四行 就直接拿来用 当然呢 如果你要放 把资料放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除了用这个这一招之外 还有execute many 不过我发现execute many也占不到便宜 因为其实说真的 虽然效率会快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层次变成你要重新再撰写 其实有点麻烦 我们先用这种方法 ok把它save一下 好 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来临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是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呢 建资料表 5个栏位 再来就是抓网络资料 切割完之后呢 分别把它一个一个放进去 不过我建议各位就是逐个完成 你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再来跑 错错了你不知道 ok 来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不过我是建议 最好最后 最后面这个creenzer 写入成功之类的 不然的话呢 写入成功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写入成功讯息 跑完之后到底有没有跑完 自己也搞不清楚 ok好 那理论上应该 如果 跑完之后 当然我们因为没有写那个 就是slate的语法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找那个上个礼拜我讲的 我是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 云端上面的那个补充 云端白板外面这里补充资料 有个sqlite browser 用这个 然后呢 就直接把它开启 放在哪里呢 我们是放在我的低点底下 ok 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吗 上海外用过 ok 这个软体其实方便的地方 就是比较方便去开启 那我是放在我们的专案底下 我们的资料库名称叫Markets 所以就Markets在这里 然后有了Markets 有table 5个栏位 ok 然后呢 Browse data一下 看有没有成功 点一下 如果进去看到有了 那表示成功 ok 有没有看到 里面的话呢 总共几笔资料 刚刚好 24,474笔 就全部放进来 速度好像还蛮快的 我看一下 这样跑起来 其实理论上应该要加一个时间计算 不过 我看一下 刚刚跑 再把它Run一次看看 它其实这个程式是前面会做不掉了 所以它等于是重新再新增一次 大概两三秒钟 两万多笔 其实还ok 没有说想象中那么久 所以基本上的话 写入成功大概一两秒钟就完成了 那一样 这里面的话 当然你就Browse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资料跑进来 除了说我们可以用那个Seqlite Browser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把上个礼拜 那个 我们有写一个slate的语法 slate的所有from member01把它改成market01 一样把这个程式改一下 其实也可以把 公有市场的行情也可以把它调 你就不用Seqlite Browser 你就用这种方法就ok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